我關於教育不是關心華為 是關心我們國家 如果不重視教育 實際上我們會重返貧窮的 恩學是沒有靈魂的 靈魂在於文化 在於哲學 在於教育 一個國家有恩學技術設施 一定要軟的土壤 沒有這層軟的土壤 任何莊家不能生長 如果沒有從農村的 基礎教育抓起 沒有一層層的 基礎教育抓起 我們國家就不可能 在世界這個地方競爭 從今天抓起 如果我們農村的孩子 二三十年以後 好多都是博士說師的 就會為國家 在新的創新領域去搏擊 爭取國家的新的前途 與命運這才是未來呀 我覺得中美貿易的 根本的問題還是科技教育水平 國家一定要開發才有未來 但是開發一定自己要強振健體 強振健體的最終是要有文化素質 這個東西我這麼講 我們曾經是準備用100億美金 把這公司賣給一個美國公司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再發展下去 就和美國要碰撞 一定要碰撞 這個100億賣給人家的時候 這個合同也簽訂了 所有手術辦完了 但是這個星期 美國的董事會發生變化 新董事長否決了這項收購 那好 我們回來再討論 我們還在賣不賣 那少裝排名是極進派 然後漸漸不再賣了 那不再賣我們就說 十年以後我們就遭遇 和美國在這個山頭上遭遇 這個遭遇的時候 我們肯定是輸家 我們拼不給他們遲套 他們爬南坡的時候 是帶著牛肉 罐頭 咖啡在爬坡 我們這邊背著這個乾糧 然後爬坡 可能爬到山上 我們還不如人家 好 那我們就要有四項準備 那四項準備我們就準備 就是備胎計劃就出來了 不擔心 因為現在我女兒本身也很樂觀 然後她自己在自學五流門功課 然後她準備讀個漁中博士出來 在劍雨門完成這個博士學歷出來 她也沒有閒著 她每天忙得很 在溫哥華 軟禁狀態 她是軟禁 不是監禁 就是四周都有警察包圍著的 但是她在生活還是自由的 我們完全站在理上 這個世界都轟動了 加大偷半頭條 最大的報紙 偷半頭條的主要標題 就寫的 孟晚舟是典型的這個國家違法事件 就像我們《人民日報》大標題 寫的是這個世界 你想一想 那我們不在理上人 會有這樣的東西嗎 我們好像在家的這裡 請 Spy到你的手間 好想聊天 可以嗎 等到大家